要賣茶之前 就是我跟父親有討論過 就是我們賣茶的賣點 想說跟外面的市場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其實春夏秋冬 它其實四個季節 它其實都有茶可以產生 那所以我們在做茶的話 其實我有建議說 我們可以賣春夏秋冬不同的茶 對 因為現在其實外面的茶 其實通常都是在主推 就是春茶或者是冬茶 那我們家的茶的話 就是分四季的那個茶 那一方面也是希望鼓勵說 就是外面的年輕人 因為如果是單賣春茶 或是冬茶的話 那個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夏茶的話就會比較適合 現在夏天的話 就比較適合做冷泡茶 因為現在年輕人的話 可能不會像老人家這樣 就是還要做那種熱熱的茶 所以可能就是丟三四克 然後就可以去當一杯飲料 隔一天就可以直接喝 那在秋茶的話 我們會比較建議女性 女性在喝的話 因為女生的話 可能比較喜歡 比較淡雅清香一點的茶 可能不想喝那麼濃郁的茶 所以我們就會推秋茶 所以在推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有泡的話 他們其實聞那個香味 他們也很喜歡這種味道